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我是燕丽 想学理财 就请锁定我们品观点 好了 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来宾 就是大展投顾的总经理赖建成来总 建成好 燕丽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那我们来花点时间来聊一下另外一个族群 是我个人替他们感到非常游行冲冲的族群 就是观光旅游 甚至包括我刚刚坐机车来 建车司机很开心 不是因为他认得我 是因为他说 小姐你知道吗 我上个礼拜业绩掉了三成 我都很担心 我这个月的防败搅不出来 那当然就说因为这个疫情受害的这些股票 旅游 观光饭店 然后食品等等 我们看到其实从上个礼拜 就已经开始大跌了 我们看一下饭店跟观光业好了 其实从1月20号到2月7号这一周 比如说像华元跌27% 雄师13% 雄师我一个好朋友在雄师上班 我昨天问他说 你还好吗 他跟我说艳丽 我业绩掉了一千多万 只是他个人 对对对 对 只是他个人就掉一千多万 他说如果是在一般的中小型的旅行社的话 他说大概就撑不下去 可因为雄师是好公司大公司 所以他还可以办法继续撑 可是其他的像义游王14% 那凤凰11%等等 这个游乐园六湖村 我以前超爱去的 跌了15% 建湖山跌幅算是比较小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呢 其实这几天大家也在讨论就是 所谓的一个 纾困的一个方案 礼拜四呢 政府会有最新的一个公布 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再详细讨论 我们现在请教建成 这个会不会反应过度了 还是还没有 还在持续反应当中 如果说单纯从业绩面来看的话 还没有反应完 一定要 二月现在很多断行了 都不出来消费的都有嘛 你说饭店业航空业会好吗 绝对不会好 所以二月份的营收绝对不好 但是呢 股价 刚才业丁问我说 股价会不会说跌的差不多了 它会反弹 我们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假设我们先从股价来看 我想国际上的股市都因为 武汉肺炎的关系呢 曾经在二月初后一月份的时候呢 出现大跌过 那好啦 为什么最近都跌不下去 因为呢 在一个礼拜前吧 应该一个多礼拜前 其实所谓的 大家都看死亡人数嘛 对 最新的死亡人数 中国是1016人 但是治愈人数是 3998人 不管你信不信 公共的数是这样 可是要相信台湾 我们第二例又即将出院 台湾医疗品质超赞 花爱台湾 他们的治愈人数 我为什么讲这个 3998跟1016是三倍左右 代表说 治愈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时候 就要黄金交叉 其实股市就没有再破底了 好啦 我们回到观光航空 我要讲这个概念 观光航空 你什么时候看到 开始没有再增加航线断掉 没有航线开始断掉 代表说 我最差情况已经止住了 开始 这个假设哪个航线开始复航了 你的航空业 股价就开始要反弹了 现在还没吗 还没 对 现在还没 对 所以比较紧张 那观光 饭店呢 航空开始出现之外 你才可以出团吧 嗯 观光业呢 才有机会 所以我现在 他二月份的营收 应该都很惨淡 对 像昨天 不好意思啊 我那些朋友 昨天我们有聚会 我们就不去了 哦 就 就 就因为 跟我一样 我最近都不参加聚会 对 很多人都取消掉了 因为会怕 群聚感 半店业呢 因为这样 取消掉很多订单 所以我觉得 二月份的营收 你觉得他们会好吗 嗯 铁定不好 觉得不好 所以股价会好吗 不会好 就算他短线指纹 他也谈不起来 所以需要政府救救他们 嗯 那同样的观光业里面呢 我有朋友在开旅行社啦 原本就 很辛苦了 嗯 那这一次下来呢 其实冲击性还蛮大的 退团了退团了 不出去的不出去啊 所以就关在家里面 所以我觉得 政府赶快针对这个 当然航空业可能 财大 财力比较雄厚 但是观光饭店里面呢 是不是有新的措施 赶快针出来 包括补贴啦 包括利息减免啦 有什么方案 去拉抬一下 不要让这 这从业人有很多耶 万一 呃 他们因为这样 呃 呃 没有工作的话 是不是影响到很多生计 对 其实我昨天看了 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哦 台湾的旅行社 是多达四千多家 可是有一半呢 都是小公司 员工的人数在五人以下 对 所以我想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对很多的中小型的旅行社来说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真的是很需要政府来纾困 不过像刚刚建成点到几家公司 像凤凰跟熊市 我觉得这一波哦 特别是你代理邮轮越多的 压力越大 因为呢好多朋友就跟我说 压力我这辈子都不要再搭邮轮了 就是说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 等疫情过去之后呢 该去玩的你要恢复你的正常的一个生活 否则大家都会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状况 好那刚刚呢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其实礼拜四的一个交通部的一个旧观光的一个措施会出来 当然分成两大部分了 一个是纾困 一个是振兴 纾困的部分就是说 有一些贷款优惠的利率会再算便宜一点 然后呢包括什么地价税房屋税等等 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优惠 那复兴振兴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整顿我们的观光的一个产业 或者是鼓励企业在这个时间就非常时期呢 多做一些企业的内部一个训练等等 那金额还不定啦 外界说至少是四亿 甚至交通部说应该是百亿以上 那我不知道建成你会不会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短期来救命应该是有效 可是中长期有一些观光旅行社的一个内部的体制的重新改造 我觉得应该更刻不容缓吧 对我们分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呢如果假设疫情呢 持续延烧的话 假设到五月份 你知道影响我们观光产值相关的两千亿 我想这数字应该还算保守 对啊两千亿很夸张对不对 对我们的GDP一定影响 第二个呢 那你说短期政府的一些补贴各方面 或者是利息的减免等等的一些措施呢 对我们的观光行业饭店里面呢 会不会有办法 当然会有 背水车清也好 我觉得短期会让它hold住 那只要疫情能够快结束的话 就可以恢复正常 那长线假如就像燕妮讲的 就我所知道的 有很多小公司啊 你会不会整合在一起资源共享 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 网购相关的旅游平台各方面 资源共享如果可以成立的话 挺不赖的啊 那大家现在就说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我们就一起当股东嘛 对 那我们一起合作嘛 我们把你原本要请一个会计 当然这个可能对 原本那个会计它可以开发它的潜能 去做新的工作 对对啊 搞不好你去做行销的工作 你很适合嘛 我们就整合在一起 行政各方面整合在一起 开拓业务更多 反倒一加一大于二的模式 就是说我们的体质要去改变 而且呢 过去很依赖路客的旅行社 你要不要转型一下 嗯 对不对 可能这个我往 高单价的 往欧美或者是东南亚来做靠拢 做一个转型做一个切割 不要把一个鸡蛋头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这样对你的业绩风险性就会蛮大的 所以我想 正这个时间点 你的体质去调整呢 调整的好 其实对我们国内的旅行业来看 长远是好的 还有一个台湾的观光资源 这可能讲得更远 政府应该把它整合在一起 吸引很多国外观光客来 把我们的产业观光才可以再升级 不是说只来台湾只是吃而已 有很多美景 这些可以整合在一起开发的 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 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 这一波的我们观光受损的情况 跟当年陆克布莱跟SARS的情况比较起来 到底有多奇惨 刚刚建成有讲嘛 我们现在官方的统计的 一个预估的数字大概是2000亿 不过业者有跟我私下透露说 这2000亿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 那我帮大家查了一下 当年SARS的一个情况是 中研院那时候当时是预估 整体的经济损失是1500亿 当年整体也不过1500亿嘛 那观光是其中的一环 当年呢SARS台湾的GDP 因此是掉了0.8% 那我想这次的情况比SARS还要再严重 所以我们极有可能我们掉的 可能不是0.8% 那就要看后续的状况 对对对 那还有就是说陆克布莱 那也有这个学者评估是 大概是损失的是550亿的一个金额 所以极有可能我们这次的 对台湾经济的体质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GDP要下修吗 OK 我想下修的可能性应该蛮大的 但是我有点比较 我对政府有信心 我们也是 不会下修到那么多 那时候SARS的0.8% 虽然你说这是中国的影响层面 可能很多面 包括电子业可能都影响 那看疫情影响 但是我们有变通的模式 我们有出口不是只有中国这一个区块 我们像去年 大家都看了衰的时候 我们是往上成长的 对 所以政府它有一些配套说是 看你速度怎么样 很快去做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看的话 我倒认为影响没有那么大 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所以我对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会影响会下修 主技术估的太乐观了啦 他向来乐观 是他们的工作 对对对对 但是应该会往下修一点 但是要到很严重 有人说不保二 我们现在主技术是估2.79 2.79 但是有人说可能不会保二 那这就差蛮多的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真的没有这么严重 如果说川普讲得对的话 四月控制嘛 最后一分钟 我们赶快请建成帮我们再重新 呼吁跟整理一下 这些股票里头 有没有哪几档 你觉得真的跌越深 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批承接的 OK 如果说观光航空的 观光饭店的话 我就先保守一下 因为第一个成交量上流动 滑岸跟长龙航 如果继续跌的话 哪一天你看到航线没有继续停止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分批留意了 你看油价也低嘛 对不对 这个可以挑一档 另外呢 在这个电商 网家不要讲了啦 连续两天掌听 电商游戏股 我觉得我比较看好游戏股 为什么这样 虽然台北电玩展延后 但是他们今年都有很多的新游戏出来 不管是星象 宇峻啊 传奇举止 还有网龙啊 原相 这些我觉得 大家都在家里面嘛 打游戏人很多啦 所以我会觉得游戏股里面呢 可以延续到暑假 应该可以看一个比较长线的角度 但是不鼓励大家去追 如果创新高的你不要追 还在低档 还没有反应的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我们还是要逢低承接布局 才能够降低我们的风险 好我们今天节目 敬离到这边 非常开心 谢谢建成来 希望大家都断钱 然后呢 反应工作要做好哦 拜拜